东方不败可以一一敌四 如果把他放在双雕中处于什么水平呢 相信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 对金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他在武侠小说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一生写了很多本武侠小说 也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在他笔下诞生 金庸先生的影响力至今都还很大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看过 根据金庸先生的小说翻拍改编的电视剧 这些电视剧和原著小说一样 刚上市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因为人物刻画的细致入微 所以很多人物都被观众们记在了心里 武林世界当然是要比武术的高低 提起武林高手 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东方不败这个人物 他有多厉害呢 这么说吧 小编这一个不常看武侠小说的人 都听过东方不败的名字 他在《笑傲江湖》中可以说是一顶一的高手 虽然原著中出场并不多 但是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他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他 在《笑傲江湖》中他实力高强 如果放在《双雕》中还会是如此吗 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探讨一下 在探讨这个问题前 我们首先要把东方不败在《笑傲江湖》中的地位 和真正实力给摸清楚 其实原著中他的出场并不多 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别人的谈论中 就算出场也就像昙花一线般短暂 在他为数不多的出场中 最为著名的就是黑木牙之战 东方不败大战四位武林高手依旧不占下风 原著中描写他 说这个人半疯半颠有点变态去 但要说起武功的话 他可以称得上是横扫天下无对手 而金庸先生在描写这个人物的时候 都说这个人如鬼似媚 速度很快 可以称得上是天下无双 东方不败的武功高深莫测 他已经超越了原著中 人们对武功的理解范畴了 甚至说是刷新了人们对武学的认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而东方不败修炼的葵花宝典就是以快而出名 他唯一的特点就是快 快到极致的那种令人恐惧的速度 这一点我们在他黑木牙一一敌似就能够看得出来 相信大家对于灵狐冲 任我行 任盈盈 向文天这些人的武力值都十分了解 这几个人都是一顶一的高手 但是 在那场战争中 他们几个人一起连他一个人都打不过 东方不败在应对四人攻击的时候 依旧能够做到从容不迫 四个人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 由此可见他的身法是有多么高超 另外 灵狐冲的独孤九剑炉火纯青 剑法精妙 再加上有西星大法和一金金棒身 后期的他已经是超一流的武林高手了 可即便厉害的灵狐冲 在黑木牙他依然像小孩子一样被吊打 他号称天下无敌的独孤九剑 在东方不败的身法面前都失灵了 而且 还有向文天 任我行 任盈盈三人 他们的武力值也不是浪得虚名 但是 即便这四个人加起来也抵不过一个东方不败 他们就像是玩具一样被戏弄 最后 他们还是采取了一些不光明的手段才显胜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东方不败的武力值有多高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把东方不败放到双雕中 实力还会是这么强大吗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找到参照物 喜欢看武侠小说的朋友们都知道 作者的各个作品都是在同一个功法系列中的 所以 同样的一门武功在不同的时代的具体表现就能够看出来每个时代之间高手们的差距 而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就是东方不败这么厉害的根本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这本秘籍只要符合条件了就能够修炼 其实不然 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 原著中就有人介绍 说葵花宝典这本书是前朝皇宫中的一个太监写的书中所记载的武功高深莫测 百余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炼成 原著中有这样一位禅师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悟性很高 按照他的这个悟性 参透其中的功法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 禅师的弟子明确说了 他并未炼成 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葵花宝典的修炼难度有多高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葵花宝典这本书在原著中是没有完整版的 当年葵花宝典被两个人各自学了一半 但是两个人都无法自圆其说 而两个人留下来的残本后来被日月神教的人给抢走了 而东方不败炼的就是残本 并非完整版 但是虽然说是残本 但是东方不败的天赋也要比过去数百年的前辈 而他也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练成葵花宝典武功的人 另外要说参照物 还有一个就是独孤九剑 笑傲江湖中灵狐冲习得了独孤九剑 双雕中杨过也会独孤九剑 杨过位列新武爵 他的独孤剑法已经达到了中年的独孤求败的水平 这一点金庸先生已经提到过 杨过的剑法是比不过灵狐冲的 但是他的内力要远胜于他 独孤九剑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剑胜有剑 到了这个境界 根本不用在意对方出的什么招数 只要自己的内力足够 只需一招就能够制胜 杨过的剑法虽然比不过灵狐冲 但是他在境界上要远高于他 无剑胜有剑讲的是以招破招 而草木皆为剑讲究的是使用者的内力深厚 无剑胜有剑的前提就是要以使用者的内力做支撑 这样一比 显然杨过要更胜一筹 所以灵狐冲也差不多是五绝的水准 只是稍微逊色于杨过 答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过和灵狐冲两个人都是五绝的水准 两个人如果对峙的话很难分出胜负 但是我们前文说过 东方不败在黑木崖是能够像殴打小孩子一样 吊打灵狐冲四人的 那放到双吊里也必定能够吊打五绝 总的来说 东方不败的实力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他在笑傲江湖中是一等一的高手 就算灵狐冲任我行四人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之高 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修炼葵花宝典的人 无论是在笑傲江湖里还是双吊里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他的速度之快 快到人来不及反应 这样的人 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是很弱的 因为他本身就很强大 他的一身功法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同时 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只要自己实力足够强大 强大到别人没有办法伤你分毫 无论你处在何时何地和境遇都能够安然无恙 化险为已 东方不败就像是金子 所以他无论是在哪里都是无可比拟的存在 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也要努力充实自己 依赖别人 倒不如让自己变得强大 让自己成为别人的依赖